好 那我请教沈老师 这一次对于中国高度抗议跟戒备的 除了日本之外也包含了印度 老师你还接受了印度媒体的 这一个专访 对 我是昨天接受印度媒体的专访 这个媒体是The Time of India 就是印度时报 那这个媒体是宣称 大概全球阅览人数最多 大概除了人民日报之外 那所以等于说它的影响力非常大 那它找到我的时候 我以为就跟寻常的这个访问一样 大概问一些问题 然后它简单归纳 然后写一篇报道就好了 没想到隔天我看到报纸的时候 它是全文照灯 它就七个问题 然后我所有的回答它都全文照灯 那也很多印度朋友 那印度问了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问什么 第一个他当然先问说 对这次这个解放军演习 台湾长期的这个计算 或者计划到底什么 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 第二个我们怎么应对这个演习 就短期来讲 就长期来讲 我们应该怎么做 第三个呢 当然就要评估一下 这个中共借由这次演习 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从台湾来看 它达到目的了没有 如果没有 将来会怎么样 另外就是 当然会问说 佩洛西来访问台湾 是不是对台湾有帮助 我想可能从不同的国家来看 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那这个报纸呢 它特别从报纸的标题里面提到说 其实就这件事情让国际社会 也让北京知道台湾并不孤单的 等于说佩洛西来访 得给台湾很大的这个支持 再来他也提到说 他也看出来 好像中国借这个演习 他并不是要跟台湾 跟美国直接对抗 他只要表达他的威责 或者是他的蛮横的态度而已 另外印度因为过去在冷战时期 跟前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俄罗斯他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 中国也没有支持俄罗斯 也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 所以印度也特别关注 俄罗斯在这次演习里面 他表达态度什么 他未来如果中国 对在台海挑起战争跟冲突 那俄罗斯会不会支持中国 他会比较担心这一点 那最后他当然希望说 好那所以沈老师 他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中国这一次 避免了直接跟美国碰撞 但是选择找台湾碰撞 那台湾某种程度 也避免跟中国碰撞 所以事实上我们蔡英文总统 并没有很嚣张 就是或者很拉高对立 或者拉高仇恨 然后我们国军只有驱离中国解放军的骚扰 可是事实上也没有开枪 也没有非常的积极 就是说事实上某种程度变成是 中国对美国某种程度的避战 那我们对中国是防卫 但是也降低冲突 跟降低这一个避战或插枪走火的风险 中国是不是刻意要降低这个风险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说先是这种警告性的演习 但是不小心发生插枪走火 或者插枪走火 然后借这个来升高 然后直接抬起军事行动 因为发动一场战争 除了远英近英之外 其实最重要就是导火线 因为什么事件爆发 那如果他要刻意挑起这场战争 或他早就准备这个战争 我们不排除他会找这样的借口 但是他找的借口 我猜测判断也很容易 什么账都算台湾的 对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国军刻意低调 刻意低调就是不希望能够让中共找到这样的借口 好我们稍后回来